售美元走强、供应链售限及环球经济环境受压等三大因素冲击 苹果、US、AAPL 2023财年第一季收入按年跌逾5%至1171.5亿美元下同 约9137.7亿港元 不仅是2019年来首次倒退 而跌幅则是2016年9月以来最大 顺利跌超过13%至299.98亿元 约2339.8亿港元 苹果行政总裁附黑Tim Cook 更暗示 本季收入将继续下滑 但公司增派息令市场有惊喜 股价组断跌转升4% 苹果收入较市场预期的超过1200亿元为低 每股1.88元 低于预期的1.94元 但苹果派发股息每股0.23元 则按年增4.5% 分布销售方面 iPhone 可穿戴装备及其他产品 季内销售按年均跌超过8% Mac跌幅更超过28% WeiPad销售增近30%挽回不小失地 而服务收入更增于6% 突破200亿元并创历史新高 区域方面 各区销售全线下跌 大中华区销售跌幅最劲 跌于7%至239.05亿元 美洲区销售跌4.3% 跌破500亿元大关 不过 苹果强调 收入大跌其中一个原因 是美元持续走强大来的汇兑损失 大来约8%的影响 约撇除有关影响 苹果上季营收有增长 其中印度和巴西等几个新兴市场 销售均有两位数成长 上季印度收入也创新高 傅克表示 苹果目前活跃设备突破20亿部 按年增加1.5亿部 突显苹果产品广泛分布 而苹果付费订户也增长至超过9.35亿名 有机会借由服务能吸引 更多客户图腰包消费 事实上 苹果上季服务业收入达创纪录新高的208亿元 超过市场预期 旗下云端和支付服务都缔造新纪录 傅克透露 苹果先买后付Apple Pay Later功能正在测试当中 相信很快可以推出 苹果预期 管贵模利率将介乎43.5%至44.5% 高于上季的42.96% 傅克又称 未来会继续缩成本并减慢增聘人手 至于中国防疫措施之下 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上季供应明显减少 只可出售的手机较少 拖累苹果上季销售数字 傅克表示 问题在去年11月 12月最为严重 但目前已经恢复至合理水平 公司未来会继续将供应链分散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生产零件 其中仅在奉组装 就会分散在三个国家或地区完成 以减少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依赖 同时 公司将会成为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的最大客户